果然不愧是徐阳阁下 拥有盈州大陆最强大号召力的男人 当真是名不虚传 如果你恐怕弄错了一件事 这个地方不是光靠你一个人就能跨越的 就如同你眼前的这一道望春河 就算他再怎么不起眼 可是当你背后几十万顶尖强者 想要越过他的时候 终归还是有伤亡的 你们的人数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弥补的短板 而我们阴魂战士只要还在宝藏地所在 宝藏地的封印还没有被破解 那么我们就拥有无穷无几的生命力 就算是陨落一人 还能够立刻诞生一个全新的生命体 任何强大的战斗力在永恒这个词面前 都会显得脆弱 而你注定没有能力跨越这道门槛 这声音就是其中那个 即将走向陨落的阴魂战士头目 发出来的 说完这番话 他便化为了虚无 可是他身上散发出那种桀骜的气质 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陨落而改变 徐阳也正是因为见证了这个家伙的陨落 得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指引和提示 他说的是对的 如果我们再用这样的办法去战斗的话 这场战争的时间线将会被无限延长 而在永恒的面前 时间又会是多么的脆弱呢 徐阳突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背后几十万原本信心满满战役高昂的战士们 立刻安分了下来 大家也都开始思考着这个全新的问题 一时间 望川河又重新恢复了平静 如同刚刚那几个走向陨落的阴魂战士们的一番话 得到了印证 沧海桑田的面前 人的力量终究还是有限的 老大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那些家伙所说的 他们的人数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如果凭借一根筋势的战斗下去 最终立即而亡便是我们的结局了 徐阳并没有做更多的思考 他宁愿将这上面看上去 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局 当成是一个通关的挑战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世界上任何一个困难 只要你能有办法将它分为十个等分 然后一次又一次地逐步进行突破 终究是可以将它征服 挡在我们面前的望川河 便是这一场浩劫战役最初的十分之一 不走到最后 谁又能知道这一战的结局啊 究竟是如何呢 徐阳说完这番话 毫不犹豫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眸 脑海之中 大地法则的力量迅速凝聚 背后数十万战士们 全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悬浮在虚空之上 而在这望川河背后 无穷无尽的苍茫大地之上 数不清的乱石飞沙 疯狂席卷 在徐阳大地法则的召唤和指引之下 就这样疯狂地涌入了望川河内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半个小时 原本平静而浩瀚的望川河 竟然就这样在徐阳一己之力 大地法则的指引之下 被完全填平 徐阳是利用大地法则 强大无比的力量 将周围沙石转移到了望川河的下方 生生是将这片湖泊给填满了 这样的力量 毫无疑问已经吓傻了 背后几十万营州大陆的顶尖修士们 我的天哪 或许从刚刚那一数年开始 我才意识到我们和徐阳老大之间的实力差距到底意味着什么 抬手之间便能翻云覆雨 一山天海这样的气度和境界 又哪里是我们这些凡夫俗此能够比肩的呢 这个举动看起来对于整场战争的胜利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但是却给背后这几十万营州大陆各方强者们 带来了难以想象的震撼性的激励 没错 对于我们这些修炼者来说 不过就是一次次的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试闻在场的各位有哪个人 从最开始修炼的时候 就已经能够设想自己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和实力 我们都是一步又一步 靠自己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 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而如今挡在我们面前的 将是营州大陆最后一场浩劫 那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 便是征服它 几十万营州大陆顶尖强者团队 爆发出了疯狂的怒吼声 仿佛整个世界的呐喊都在这一刻 集中在了被填满的望川河上 众人踏在这刚刚还是望川河 如今已经化为一片焦土的区域 心中也燃烧起了最为炙热的火焰 老大 接下来我们到底该如何行动呢 小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显然徐阳已经胸有成竹 刚刚通过那一战 我虽然利用灵魂大手印 瞬间秒杀了那十几个 阴魂战士头目 但也从他们的力量当中 捕捉到了一些特殊的细节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 这些阴魂战士们生命体的降临 是在同一种力量引导之下完成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阴魂战士生命体 他们之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特殊联系 而掌控着这些灵魂战士们的最终领导者 也就是四皇子的母妃 她便是掌控着整个星辰之力源头的那个最终boss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最终目的 便是找到四皇子的母妃 并且想办法 获解整个宝藏地的外围封印 寻找到控制这些阴魂战士们 共同点的能量源头 形成智力最大的特点 不光是能够在黑夜降临的时候 大幅度提升每一名战士的战斗力 更重要的是 他们应该具有一定程度分化攻击力的天赋 也就是说 如果对他们大范围进行爆发力极强的毁灭性手段 并不会造成想象中的效果 因为一股力量爆发的一瞬间 如果你锁定的阴魂战士目标为十个人 那么你的爆发力将会被这十个人分化吸收 如果同样你一次打击的阴魂战士个体数量 达到了一万人 也就意味着你的这一招攻法力量的爆发力 会被分解一万次 因此 这样的生命力天赋也就意味着 我们没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 结束这一场战斗 更加不能依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来完成对整个战局局面的把控 所以 接下来我们这几十万修炼强者们 都要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从现在开始 我要求五大领域各自派出一个最强首领 分别引导五大军团 保围整个宝藏地的五个方向 我们从五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 这样就能够最大程度地 发挥我们这几十万强者的整体战斗力 这几十万修炼强者就能够最强首领域